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Lay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呢,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坐标日本,目前全职在家带宝宝,是一个新手妈妈 那新手妈妈今天想和你们聊一聊我在日本怀孕时候的那些麻烦事 那我会结合我自己对这些事的看法,还有我的一些想法,我的做法 以及在我身上的反应结果来和你们进行分享 那毕竟怀孕这件事情呢,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 今天这些东西也会不一样,所以说呢,请供大家参考 好,那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那第一件麻烦事呢,就是怀了宝宝之后,你决定在哪生产,在哪进行产检呢 那就是选择医院,其实呢,这也是一件非常费神费力的一件麻烦事 那我呢,对于这个医院的选择呢,其实标准呢,非常的低,很简单 首先呢,第一个标准就是他一定要离家近,因为你要产检 然后呢,突然临时说不定哪天就生孩子了,要马上能够送到医院去 所以说呢,路径方便呢,对于我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在我怀孕出生宝宝之前呢,我其实呢,选择医院的标准呢,其实就这一个 那我就是搜索了一下家附近的一些医院,然后呢,就选择了一个离家比较近的 差不多那时候是走路,走大概是15分钟 那车呢,肯定更快,差不多是10分钟以内肯定可以到达的 所以说呢,非常符合我的标准,那我就去了 那我进行一些检查啊,还有一些产检之后呢,我对整个医院的环境啊 还有一些,就检查的这些医疗水平啊等等呢,也比较满意 所以说呢,我就选定了这个医院 因为我觉得路径了,其他的呢,就是过得去 OK呢,我就可以了,不需要每样样样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完美 我才去选,这样的话呢,真的是很费神,很费力 那第二件麻烦是呢,就是怀孕的妈妈呢,一定非常注意保持自己的营养 然后呢,有的妈妈呢,会选择吃很多的维生素营养片等等 那叶酸呢,肯定是每个孕妇必备的,肯定要吃的 对宝宝的有帮助,对妈妈呢,也很有帮助 那我呢,那时候呢,对于这件就是口服营养液的呢 这件麻烦是呢,其实就吃了叶酸 其他的呢,就是复合维生素片啊什么的呢 或者说是还有一些,不是因为我也没有吃嘛 我看那个介绍人家好像会吃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因为我的概念里面就是说,叶酸肯定必备的 那其他的呢,其实药补不如食补嘛 所以说我觉得不需要吃些药 然后通过食物来补呢,更直接吸收更好 所以说呢,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第三件麻烦是呢,就是孕妻妈妈的护肤啊,化妆啊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呢,不好的护肤品,不好的化妆品呢 会对宝宝产生很大的一个不好的影响 那我是如何偷懒的呢 我其实呢,平时就是,护肤品就是越简单越好 步骤也不是很多 而且平时化妆呢,也不太,几乎不太坏 有时候可能心情好一点,或者说出去玩个什么 大家会化一化妆 那怀孕的时候呢,化妆呢,几乎是不化的 除非真的是偶尔难得一次 可能有件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就会化一刷 其他的呢,一般都不化的 那护肤的话呢,我就是用日本的一个FANCO 它是非常纯质,纯天然的 然后呢,也不含任何的一些添加物 所以说呢,很放心 那一般周末呢,如果在家休息的话呢 我甚至连护肤都不护 就是可能有,因为有时候其实 肌肤天天护肤呢,也不是好 你要让他适当的休息,什么都不足 状态也是比较好 就像我们减肥,就是饥饿疗法 就是可能保持一天,一周里边有一天不吃饭 或者你一周里边有一周,有一天是不护肤的 这样是给皮肤呢,也休息一下 那我自己个人呢,觉得就是这个偷懒的事情呢 其实因人而异嘛 看妈妈自己的一个肤质状况 那我自己个人呢,就是平时可能就不是特别勤劳的护肤 所以说呢,其实运气的时候,你如果偷偷懒 不护肤呢,其实对我的皮肤来说呢 也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 反正因人而异 大家呢,还是要完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解决 第四点麻烦事呢 我想很多爱美的妈妈呢,一定非常的注重的 那就是认诚文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呢,我真的觉得是因人而异 而且呢,是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态度决定这一切的 那我自己个人呢,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呢 就是说认诚文呢,是完全不建议的 那当然100%完全不建议呢,是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说真的是非常深,非常可怕,很深的 我看有的图片的认诚文真的是一道一道 然后整个肚子不完全失的 那妈妈呢,其实看到之后呢 心情呢,也会不是特别好的 那我呢,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 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怀孕的时候呢 还不是,几乎是没有,我也看不清楚 然后呢,到了孕中期的时候 我想肚子越来越大 那万一有个什么出现了 我还是预防一下吧 那我就到中期的时候 差不多是中期我就去买了一瓶 就是专门涂认诚文的一个护肤乳 然后呢,每天晚上涂 后来呢,好像涂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左右吧 那我看好像也没有再出现什么纹 也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变化 那因为也没有就是认诚文出现 那我就越来越偷懒 然后呢,几乎就不涂了 现在就给宝宝当护肤乳涂了 因为那时候买的蛮大一瓶的嘛 那反正宝宝也可以用 那我也可以用 那我就现在就当护肤乳 差不多快要用完了 所以说这个是完全因个人的态度啊 个人的自己的一个心情 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 认诚文其实是你怀孕的一个特征 一个象征 我还是蛮享受这个感觉 就像你大肚子挺着 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 所以就像很多妈妈会怀孕的时候 去拍那个怀孕的照片一样 就是很接受 很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如果说 你影响到你的美观肚子 因为可能妈妈生好之后呢 可能她平时穿衣啊 或者说她的工作问题呢 需要就是这个肚子就是要求严格一点 那这样的话呢 你还是需要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 认诚文的一个状态的 那这个呢,完全是因人而异的 第五件麻烦是生产的呼吸练习法 那一般就是决定打算 想要自然生产的妈妈呢 肯定听说过这个生产 有一个什么呼吸法 什么呼吸吸呼 这个呼吸法 那我那时候我的医院呢 也发给我一些 就是有参考书 还有一张DVD 我连拆都没开 没拆开DVD 然后呢,她里面有音乐 你跟着音乐一起练习 然后呢,书呢 我稍微瞄了几件 就是大概了解一下 就是说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后来呢,我就想 你到时候肚子疼得非常厉害 你根本哪记得什么练习的 什么这个节奏啊 反正最最关键就是 到时候跟着助产师 助产师让你做什么 让你怎么节奏保持呼吸的话 你就跟着她做就没事了 我就觉得 根本就没有必要花时间 花精力去练习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呢,完全偷懒 根本就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第六件麻烦是呢 就是对这个生产过程的一个了解 那第一次怀孕的妈妈们呢 一定就是对这个怀孕生产过程呢 感到非常好奇 也感到非常的不安 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那我呢,因为医院会发那些参考书 就是发了一本很厚的 然后呢,会告诉你 就是说整个孕期的过程啊 还有你在生产过程 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稍微大致看一看 就大致地了解一下 就是这种情况应该会怎么样处理 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处理 大致地了解一下 然后呢,那时候就是有时候 没事的话呢,晚上睡觉之前 会翻小红书上很多人 会分享自己的生产经验啊 有的人非常快啊 有的人非常慢啊 非常痛苦啊等等 那我就稍微翻了几篇 后来呢,觉得毕竟生产呢 是你唯一的 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个事情 每个人呢,都会不一样 每个人的碰到情况也会不一样 可能他快,那你就慢 可能他慢,那你就快 所以说没有必要提前 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 因为有的,我看有的笔记 就是小红书上笔记 生产笔记写的还是蛮吓人的 但是有的写得非常非常轻松 那你也不知道 你自己是什么情况 所以说呢,过多的误导啊 或者说是误解啊 或者让自己就是说 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 或者说进入过度轻松状态 也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说呢,我就那时候呢 就也就后来就没有看了 就只要,因为我自己觉得 就是你只要孕期的时候呢 好好地追守各种规则 然后呢,产检呢 每次按照正常的去定期的检查 然后医生,按照医生的指示 去做去遵守呢 那到时候生产的时候呢 一切都会非常顺利的 相信自己就可以了 比期间麻烦上呢 我想应该每个妈妈 肯定会自己亲里亲尾 那就是带产包的一个准备 那这个呢 我自己本身性格呢 就是一些,就是精简型的 出门啊,或者旅游啊 带东西呢 都是越少越好 越精简越好 那带产包呢 其实医院有发 小书上面有说 你只要带这些东西去医院 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就按照这个指示 其他的呢 也没有自己再多加什么东西 然后呢,差不多那时候 准备了差不多一个 可以带上飞机的小的行李箱 就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里面 然后呢,再背一个 装私人物品的一个小包包就可以了 那到时候呢 如果说真的缺什么呢 其实住在医院里 让老公呢 去家附近买呢 完全是没有问题 因为在日本呢 其实购买这些婴儿产品呢 就是还是蛮方便的 就是至少那些最基本的尿布啊 或者说是润肤乳啊 或者说是 就是擦拭的毛巾啊什么的 在一般的这种 大型的超市的 一个婴儿的产品布呢 其实还是买得到的 而且家附近呢 也有稀松屋啊 这种地方 里面呢都是非常全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方面 其实不成问题的 而且呢 就是这些地方卖的东西呢 都是非常有质量过关的嘛 而且大家也知道 很多人都会来日本 或者是代购 就是日本的一些婴儿产品 所以说呢 日本在这个方面呢 还是做得非常细的 所以是完全很放心的 那第八个麻烦呢 就是准备宝宝的东西 那尤其像我们这种 第一次生宝宝的 根本就不知道 要准备些什么东西 而且呢 其实你去看了之后呢 你就会想 就是到底我的宝宝 到时候真的是需要 还是不需要 不要买的又浪费 所以说呢 我其实当时就准备了 最基本的宝宝的小衣物啊 还有小床 还有床的一些四件套啊 还有一些尿布啊 奶粉啊 奶瓶啊 那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每个宝宝100% 肯定会用到的东西 那除了这些呢 什么我在网上看的一些 小红书上看的一些什么 带娃的好物啊 或者哄娃神器啊 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啊 我就是稍微也就瞄了一下 我就觉得 内容好多 好复杂 好烦 我就是也就懒得去看了 到时候反正 一边带娃一边看 她需要什么再买吧 我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而且呢 我记得我那时候 就是我妹妹那时候 生宝宝的时候 她有列了一张 非常大的一个清单 然后呢 就让我在日本 给她买些东西 然后下次回国的时候 给她带回去嘛 然后就看了 我那时候看了就好 那时候我而且 完全没有经验 根本就不知道 她让我买什么东西 我还一个个去查 然后到店里去看一下 然后呢 后来我给她买好之后 然后呢 我还问过她 我说 我上次给你买的东西 你到底用得怎么样了 然后她就跟我说 很多东西都用都没用 来都来不及拆 然后宝宝就已经过了 这个用的一个月龄了 因为很多东西就是说 可能就是真的宝宝 在这个月龄的时候呢 可能用得到 但是呢 你可能因为忙于其他事情 就是照顾宝宝啊 也没有机会给宝宝用 或者说是有的东西 其实真的不适合这个宝宝 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 所以说呢 我觉得 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再买 这样的话呢 比较好 但是呢 就是可能 就是有些人 可能购买不是特别方便 或者说是 想要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并不是特别方便 所以说想提前买 那我自己觉得在日本呢 我生产的时候呢 就是买这些东西呢 其实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呢 在这方面呢 我也偷了很多小懒 那最后呢 想说一下 我自己个人怀孕呢 其实我是从怀孕开始 然后呢 到生宝宝 预产期的前一个月开始 一直都是上班的 所以说呢 自己的个人的情况呢 跟平时是完全没有变化的 所以说呢 就是说 孕期的一些什么锻炼啊 什么 还有查资料啊 什么这些麻烦的事呢 我几乎是没有去做 也没有空去做 我就正常上班 正常生活 除了就是可能生理上 有些不一样 或者有些反应 其他人都没有什么 所以说呢 这也是可能导致我偷懒的 一个原因吧 没有去过多的 接触这些麻烦事 或者说是 过仔细的 或者费神费力的 去参与这些麻烦的事 那以上呢 就是我对怀孕时的 那些麻烦事 我是如何偷懒的一些分享呢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呢 怀孕呢 是对我们每个人 每个妈妈 每个家庭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重要的事情 重视呢 不必要样样俱全 样面面俱到 因为呢 这个完全按照 个人的一个性格 个人的一个想法 一个生活习惯来决定的 那有的妈妈呢 非常喜欢这些 导致这些麻烦事 去查这个资料啊 去参观什么东西啊 去调查什么东西 去看什么什么 分享什么等等 这个呢 完全根据你自己 个人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 对于偷懒的妈妈 像我这种呢 就是觉得越精简 越省越好 只要就是自己正常 好像宝宝正常 那就完全OK了 所以说呢 只要完全取决于个人 自己心情OK呢 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想多做一点 多做一点 你想偷懒 那就偷懒一点 这完全是OK的 好 那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记得给我点个赞啊 那我的视频呢 会不断更新 更多有趣的 育儿主题的内容 还有呢 有些爱用品的分享啊 还有我的穿搭分享啊 等等 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好 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 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